楊元帥 兩位大哥是 你看你看 楊元帥都不認識我們倆 是啊 你看你看 讓我們找得很辛苦 把腳都抹短了 那你們是 大哥 要不然 告訴他 還是別告訴他 對 我們讓他做個刀向的糊塗鬼 那你們的意思是 就是先把你殺了 然後再告訴你 對 殺了你再說 來吧 關人 要殺就到外面殺 這裡太小了 老人 去吧 宅家 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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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沒 沒 你是谁 喂 好汉 留下性命啊 带野人好相报 小宝 有话过来说啊 小少又不是外人 远帅 我今天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要对你讲 我不想让别人再听到 因为别人听到的话 我会觉得不好意思 孟小宝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还真是同一回呢 我看哪 他多怕是想向你求婚 求婚 你过去吧 看看孟小宝是怎么求婚的 这也是难得的机会 好吧 那我就过去 孟小宝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我可没工夫跟你瞎磨蹭了 袁帅 你还是不要着急嘛 你要是着急了呢 我就紧张 我要是一紧张了呢 咱们就什么事情都谈不成了 不着急 不着急 我一点都不着急 那改天再说吧 别着急啊 我说 我说嘛 我本来那天就要告诉你的 要不是二牛那个宠货把我给搅和了的话 我那天我就说了 你 你有没有搞错啊 本来人家二牛是要跟我说话 被你搅和了 你还说人家瞎搅和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 可是不着急 着急的是你啊 那当然了 你为什么要着急呢 该着急的是我啊 对不对 他你是 你是元帅 你有理由 你快说吧 别在这儿绕来绕去的烦人哪 快说 那我说了 我真的说了 我今天去了火帅府 我 我 我 哇 那么多的小孩子啊 我当时头都大了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 你看到了那么多的孩子 是之后的事 那快说吧 我当时一看到那么多的孩子 我头都大了 头大是次要的 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啊 着急你知道吗 这着急呢 就是为你着急啊 我当时一想 这事太棘手了 我想了一想 急手也没关系啊 他要急手 应该急我的手 对不对 他急你的手干什么呢 你是元帅 我们做副将的 应该为元帅分忧解难才对啊 所以啊 我就赶快找到了你 我前找后找 左找右找 啥啥啥啥啥 我终于找到了你 我终于把你给找到了 我终于送了高气 你觉得去找我 就觉得替我分忧了 哎 你要是真能找到太子 我就跪下来 感激你 元帅 你放心 太子是一定会找到的 我先把你找到再说 你看 这是我奶奶让我送给你的 所有的意思全在这上面 但这些意思说出来 就没有意思了 有一句话你懂不懂 叫做 尽在不言中 你说了半天就这么一句话 尽在不言中 真是要懂规矩又有学问 可是呢 我就是不懂了 不懂没关系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哎 看到了吧 这可是我们孟家的传家之宝啊 我实话告诉你 这是我祖奶奶 传给了我奶奶 我奶奶 又传给了我奶娘 是亲娘 不过今天 我奶奶又从我娘的手里 把这块玉镯要了回来 你说一定要送给排风 哎 那那我我可不能要啊 万一哪一天你奶奶又想要回去 这样来来回回多震头人啊 不要不要不要 不不 我我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奶奶出门的时候她专门说了 这个手镯一定要送给排风这丫头 因为她说 排风不管是当了元帅 还是做烧火丫头 她肯定没见过这么好的玉镯 就算她还当烧火丫头 也要把玉镯送给她 要是她带着这块玉镯去烧火 那该有多潇洒呀 你奶奶说对了一半 我这烧火丫头 的确没见过这么好的玉镯 可是我不想要也不能要 不管是打仗也好烧火也好 我带着玉镯多爱事啊 杨元帅 你千万别小看了这块玉啊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叫做命为玉碎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她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哪天碰到了什么危险 可是这块玉碎了 她能保住一条命啊 没听过也不想听 我这烧火丫头的命没那么金贵 拿去 你不打 我扔了 千万别把她丢掉了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奶奶专门交代了 说这块玉镯呢不能碎 也不能丢掉它 你来就是为了送玉镯啊 当然还有这玉镯里面 藏着的点点意思 孟小宝啊孟小宝 你的求婚一点心意都没有 我还以为你这么有学文 有知识的人 会给我一些什么惊喜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回去告诉你奶奶 她的好意 我心领了 我现在还不想找夫君 不想家人 袁帅 跟你再商量一件事情 没得商量 等着到孩子再说 要想啥 走了 袁帅 为什么理多了人也怪了 公道怎么就不能自然成呢 袁帅呀袁帅 你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 放弃了一个多么优秀的年轻人 你会后悔的 袁帅啊 你把小宝得罪了 得罪就得罪了 我就不喜欢那种鬼鬼祟祟的行为 你也太苛求了 人家这是求婚 总不能跑到大庭广众之中去大喊大叫 杨 袁帅 我喜欢你 你小声一点啊 你看 你不也得鬼鬼祟祟的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弄弄小宝的心思 根本就不在我身上 看你说的 不在你身上 难道还在我身上啊 你这人傻啊 当然不在你身上咯 那他的心思在谁身上啊 在兵马大袁帅身上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吧 其实 一举两得 也没什么不好嘛 我比你看得清楚 旁观者轻 这么一点小心思 我都看不出来 那我还当什么袁帅啊 这跟当不当袁帅没有关系 我担心你把小宝得罪了 你就少了一个选择的余地了 他口口声声 丫头长丫头短的 根本就不把我当袁帅 不听得心里就难受 你不是很愿意 回到藏门口烧火吗 过安安静静的日子吗 我回不回去烧火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愿意人人 把我当烧火丫头看啊 我有点不明白 我自己明白就行了 别人不需要明白 我担心你啊 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没这么一说 不是还有一根二牛吗 我看二牛啊 就比小宝实在 小宝比二牛聪明 再聪明 他也没有我聪明了 而且一个家里啊 只能有一个人聪明 聪明人多了 那日子就不好过了 你就这么把小宝踢开了 实在有点可惜啊 没什么好可惜的 只要我一想通了 跟他一招手 他就会啊 扑通扑通地跑回来 半点犹豫都没有 我看哪 不见得 那你就等着瞧好了 到时候你可别哭啊 你看到时候谁哭 想不到又遇上你们了 看来我们还真有缘呢 就是啊 你们 你们找我们有事吗 这不正巧遇上吗 怎么啊 你们觉得我们找你们应该有事啊 没没没 我没这么觉得 我觉得 李子 你是李子啊 李子说呀 你觉得怎么样 说呀 你不是杨排风杨元帅吗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就是杨元帅啊 我为什么不能来这儿啊 这是我们的地盘 也是我们的家 你杨元帅来了 也不事先通报一声 我觉得有点不好吧 李子 我觉得你这个绝的呀 好极了 就是嘛 你说你杨元帅 跑到我们这里来 算干什么的 这么说 你们不欢迎我们咯 倒也不是 你们只不过是路过 进来看看而已 也不是 与我们争破庙为家的 对不对啊 就是 尽管你们没有事先通报 不过既然来了 都是客人 尽管我们不是十分的欢迎 但也可以接受 其实啊 我们不仅仅是路过 我们是冲着破庙而来的 我们早就知道 这里有间破庙的 干嘛干嘛 就是一座破庙嘛 你堂堂一个大元帅 冲着他干什么呀 难道你 别紧张别紧张 我们不知道 你们已经站了 我们等一下就走 不会站你们的地盘的 怎么会呢 你们有那么一大座 火帅虎复利堂皇的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来跟我们抢地盘呢 话是这么说啊 可那个复利堂皇的家 我们现在是回不去了 怎么 有人抢你们的地盘了 是啊 好多人来抢我们的地盘了 谁呀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哇 这么大的能耐 居然 连你的火帅虎都敢抢 就是那些孩子啊 成百上千的孩子 他们占了我的地盘 我知道了 杨元帅 是你那些私生子 那些成百上千个私生子 杨元帅 你真的有那么多的私生子啊 你们说呢 我看不太可能 我想也不太可能啊 那你就把他们赶走算了 能赶走还用你说吗 赶不走啊 赶不走 这话我倒不信了 有刀有枪还有烧火棍 怎么赶不走啊 我倒要看看 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 那都是些穷人家的孩子 不好动手的 是啊 他们想蒙我 有错 但是没有罪啊 我不但不能赶他们走 而且 还要想办法 别让他们饿着 等我把 等我找到那孩子之后啊 真像大白 他们自然就会走了 杨元帅 看来你是个好人啊 你怎么才知道啊 我还以为别人一看到我 就知道我是好人呢 我和李子也都是好人 而且是绝对的好人 那太好了 我们这里啊 全部都是好人 那我们暂时 就住这里 就住这里 太好了 太好了 李子尔 就我们两个人住在这儿吧 多少也显得有些冷气 现在再加上两位小姐 这一下啊 也能增加点人气了 别 千万别提这词 一提这词我就头痛 我们就 好 吐个热闹 对 吐个热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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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妹妹 我对父亲在天之灵起誓 我一定要把你带回去 哥 我也对父亲在天之灵起誓 不杀杨排风 我绝不给你回去的 妹妹 我不把你带回去 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宁的 哥 我恨你 你放了我 把他拔 我恨你 少爷 说是每个月五百两奉银 其实到现在啊 连午前都没有见到 所以呢 我跟小勺深无分文地来这里落脚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看 见外了不是 你又见外了不是 咱们虽说 世宗那个 那个什么的吧 可也不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啊 至少不是任何时候都见钱眼开的人 不 不对不对不对 皇上 他太不对了 咱不说五百两吧 可多少他也得给点吧 他可是皇上啊 总得说话算话吧 皇上太忙了 他要处理很多国家大事啊 再说我这元帅才当不久啊 这银子的事情 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手续才办得下来 再说国库 不跟你们说这些了 反正总而言之 这不是皇上的错 等皇上啊 给了我银子 我再 再分给你们一点点 现在 就暂时欠着 行不行啊 欠什么欠啊 你跟我谁跟谁啊 要说欠 不就是太见外了吗 在我们眼里啊 银子 没什么重要的 不过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解决吃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这么客气的话 那我们就一起挨饿了 这么看来 银子还是挺重要的 你说得对 我跟小勺今天就在茶楼里 喝了几杯水 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吃 你不说我肚子还不饿 一说还挺饿的 你看 这就是没有银子的缘故了 正好吧 不就是出去弄点吃的喝的吗 如果让杨元帅出去讨米要饭的 那肯定是不行的 这丢人可丢大了 那如果让杨元帅出去掏包 那就是做贼 我看你的手段也搞不到哪里去 万一被人抓住了 那丢人可就丢得更大了 不如这样 我和李泽主外 我们出去弄些吃的喝的 当然 我们绝对不会做小偷的 我们都是好人 我们怎么会去偷呢 我们呀肯定会有好办法的 李泽 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 咱们是好人 从不偷东西的 咱们有办法啊 杨元帅 一会烧火 小长姐姐会炒菜 你们两个就主内 这样分工合作 我们的小日子 一定会过得红红火火的 谢谢你们啊 桃子李子 这样子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没准以后还有什么事情 求着你们呢 哎呀 你还说什么求不求的呀 以后有事你就跟我说话 我呀帮你就是了 我师父啊本事大着呢 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不不不 暂时还没有 以后再说吧 行 我先把话放这儿 有事儿 你可要说话啊 当然当然 一家人嘛 桃子 你是帅才 比排风这个元帅 差不了多少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师父啊很了不起的 小二 小二 哎 孟将军 拿酒来 快点 孟将军 拿酒来 快点 我看您这酒喝得够意思了 不如就算了吧 你讨不讨厌哪 喝得够喝不够 是我说了算的还是你说了算啊 怕我不给你银子 哎呀 早说呀 这是什么 这是银子 本少爷有的是银子 去拿酒来 喝酒 我看不是银子的问题 孟老夫人 在满街的酒馆都交代过 谁家要是让将军喝醉了 就让谁家的酒馆开服成 这孟将军 要是再喝下去的话 我们家的酒馆 明天就要关门了 夏儿 你听好 如果你今天不拿酒来 我今天就让你关门 孟将军 您就不要再喝了吧 还不拿酒来 好好好 我马上去拿 师父 你说咱们给杨元帅 偷吃偷喝的 是不是得偷吃点奖酒来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怎么个奖酒法 我也没想清楚 我看啊 咱们还是先偷银子吧 偷了银子啊 想怎么奖酒 就怎么奖酒 对 先把银子弄到手 想怎么奖酒 待会儿再讨论 你说 莉子啊 师父今天可跟你说啊 千万不能失手 不能让杨元帅等急了咱们 放心吧师父 我能让杨元帅等急吗 走 我能让杨元帅等急了咱们 我能让杨元帅等急了咱们 你让杨元帅等急了咱们 你让杨元帅等急了咱们 孟将军 您看 您是不是 哎呀 你烦不烦哪 你能不能让我好好的喝酒啊 你成不成啊 好好好 您只管敞开了喝 我今天算豁出去了 酒馆明天还开得成开不成 就等到明天再说吧 哎 这就对了嘛 好好好去去去去去吧 去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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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请 茶 对 酒喝茶 好嘞 一壶茶 对不起啊姑娘 您别生气啊 没事姑娘 我没生气 我就是怕把这个酒给撒了 对不起对不起啊 小宝小宝 哎 二牛 我在这里 过来过来 过来 来来来 坐坐坐坐 小二 来一壶酒 来一个杯子 快 来喽 一壶酒 一个杯子 二位慢用 一壶酒 你怎么了 你倒上 你倒上 你看你看 来吧 师傅 我先干 那怎么办啊 咱们走吧 好 我给你倒上 来呀 小二 小二 再给我倒上 二位可不可以还有点什么 这茶什么茶 对啊 没法喝了 起来 不不不 茶钱 茶钱还没给呢 你们二位等会儿 这茶钱还没给呢 这样的茶 还要给茶钱 这喝茶给钱 得讲道理不是 不是我们不讲理 只是现在不是讲理的时候 行了 有礼也等着明天再说吧 别走啊 喝茶不给钱 还讲不讲理啊 小宝 你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奶奶要知道我在外外喝酒 非打死我不可 我约你到这儿来 当然是为了喝酒 你这么大个人了 还要怕你奶奶传出去 你丢不丢人哪 丢什么人哪 二位客官 你们检查一下 你们丢东西没有啊 刚才那个姑娘小子是小偷 小偷 是啊 一个姑娘和一个小子 对啊 走了 这俩小兔崽子 这俩小兔崽子 溜得还真快 你说你啊 堂堂的焦大将军 跟俩小偷找什么急啊你 你不知道 我 你怎么了 你别告诉我 你是让俩小偷给偷了 小偷 还敢偷你焦大将军哪 谁啊 谁说我让小偷给偷了 我这是眼睛里揉的沙子 别说他们俩了 说说你吧 你找我来干什么 杨元帅要知道我们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喝酒 不去找孩子 那还非跟我们急了不可 不许你再跟我提杨元帅 你再跟我提一下我跟你急 你 你今天来就是我出银子 你只管喝酒 我告诉你吧 我们现在不是在军中 杨元帅的威风 他活不住我们俩 怎么了 你怎么了 喝多了 你 二牛 我今天 就是要跟你说一句 掏心窝子的话 我是话告诉你 我 我根本就不想娶那个杨排风做老婆 你别着急 你别插嘴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对 她是漂亮 她是有本质 可再怎么说 到底是个烧火丫头啊 我是谁啊 我是孟小宝 堂堂大宗名将孟良的孙子 我 我总不能满足于娶一个烧火丫头吧 什么名门闺秀 皇亲国际的 只要我想娶哪个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啊 关键的问题 是这个丫头她倔呀 她倔的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留 我跟你这么说 如果我觉得娶她做老婆都有难处的话 那你娶 那比当天还难了 我跟你讲 我没别的意思 我的意思啊 全部都在这话里 全都在还 小宝 你这话我越听越糊涂了 到底是你不想娶杨元帅做老婆 还是想娶杨元帅做老婆有了难度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你就听着吧 真的 你就听着吧 我的意思啊都在这话里 咱们喝酒 你不把话里的意思说清楚 这酒我不喝 坚决不喝 先喝了这杯酒嘛 一会儿话里头的意思 我一定跟你讲得很清楚 说清楚了再喝 现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我不能上你的当 我奶奶可反复交代了 绝对不能上你的当 那好 那我 我就先喝了 你喝呗 你喝呗 喝酒 还行还行 没追来 没追来 真 真是有惊无险哪 你说 你说咱们怎么老碰到那条汉子 真是跟他有缘 真是 真是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师 师父 你说什么 你说你跟他有缘 我可告诉你啊 你跟谁有缘 都不能跟他有缘 那个傻大哥 我见了他 就头皮发麻 你还敢跟他有缘啊 你傻呀你 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吗 你还当真了 咱们呀 去买些讲究的东西 免得杨玉帅说我们呀 不会办事 好 二牛啊 我今天叫你来 就是想和你商量商量 咱们两个联手的事情 不管是找也好 打也好 只要咱们两个联起手来 他力量可就大了 你看 等事情办完了 杨元帅一定会向皇上 讨风领赏的 评判是咱哥俩 找孩子还是咱哥俩 除了咱哥俩还有谁啊 没人了 所以说到时候咱们就一个人做夫君 一个人做兵马大元帅 好事啊 好事咱哥俩得平分哪 那不有意思啊 你看 我今天说的这个意思呢 就全部是这个意思了 你觉得行不行 不行 不行 我干嘛只要一样啊 我这个兵马大元帅也要 杨排风我也要取 我奶奶说了 我们老娇家 什么时候输给过你们小孟家 这次 我是元帅老婆一锅端 一锅端你懂吗 谁 谁不想老婆元帅一锅端哪 可是你端端端 端得了吗你 我端着都还觉得烫手 你端 吹牛 也不看看对象 你别在我面前吹 你端着觉得烫手 我端着还觉得暖和呢 什么合作啊 免谈 这一次我可不让你了 二娘 二娘 有什么事好好商量 要不然咱俩换一换 我做元帅 你 你做夫君 没什么好商量的 两样我都有 二娘 这个串 公子 松绑吧 小姐不会再走了 你的这份苦心小姐心里明白 可是你这样绑着小姐 谁看了心里都会难受啊 公子 就松绑吧 我们一定看好小姐 跑了我们负责任 好了 好了 小姐的脾气 你们不是不知道 我敢松绑吗 我给你保证还不行吗 你保证得了吗 哥 你就绑着我吧 绑着我 你还可以省点心呢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 杨排风私生子的告示 你看见过没有啊 看到了 怎么了 那孩子藏在哪儿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反正不关我们的事 可是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那孩子 是我藏起来的 你 你怎么把杨排风的孩子给藏起来了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为了要挟杨排风 和他决于死战哪 你太胡闹了 再怎么说 那孩子是无辜的呀 可不是吗 孩子是无辜的 可是你现在把我绑起来了 那让我怎么办呢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已经叫两个人 把那孩子给藏起来了 过两天之后 我就把那孩子给处死 到时候 就可以为我和爹爹 出一口恶气了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快告诉我 你把那孩子藏哪儿了 我马上派人把他接回来 交给杨排风 你别着急啊 你找也找不到 找到了别人也不会给你的 跟草 你说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那孩子 现在没什么危险 两天之后就有危险了 我告诉你吧 两天之后 把那孩子处理掉 我就会把孩子和告示 一起放在杨排风的火涮府里 告诉杨排风 名人不做暗示 到时候我要是以朝廷为理 是以杨排风为理 你 你 可 可我也不知道你会把我绑起来了 要不是那样的话 这件事情一定会处理得很好的 现在怎么办 你告诉我 现在怎么办 你放了我呀 你放了我 事情不就好办了吗 哎呀 妹妹 那个杨排风 那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我看那孩子 不可能是杨排风的私生子 你怎么知道 我看得出来 杨排风活泼洒脱 但绝不是那种放荡不羁之人 更不可能有什么私生子 哎 你怎么就那么了解杨排风啊 哎 你怎么今天说话总是怪怪的 啊 我 我 我我并不了解他 我是瞎猜的 那杨排风明明在找孩子呀 可不一定 那孩子就是杨排风的呀 那他为了别人的孩子 怎么就那么上心呢 这就是杨排风 嗯 反正我不管 等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之后 再说吧 你是怎么搞的 什么事情一到你手里 就把他给绊砸了 对吧 就说你 这 Mick 哇 你呢 那我们想再一个 呢 来 他 我 你 是 那我 必要的时候 我就杀了他 好 男子汉大丈夫就要有这种气概 我告诉你 那孩子早进了糊涂山庄 怎么 孩子竟在张天鹏的手上 难道你不认为天药助你成大事吗 好好好 这不成了探囊取物了吗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张天鹏那个人怎么会拂手听命 他心里的小娇娇难道你还不知道 我已经有所察觉 我已经在他的身边安排了人 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这一次 若他有什么疑心 就把他解决掉了 好 太好了 戒指 奉天承运 大辽帮主赵曰 大辽本为天下之主 中原理当归顺 可赵氏朝廷不明拼礼 一意孤行 我大辽将士终有奋斗 天下一统 指日可待 特赐尔姓野律名沙白 为大辽管辖中原 随似玉玺一方 龙毫一趟 以似登基之勇 愿而等为大辽兴旺 忠心效力 秦子 谢大辽帮主龙安 小二 客官 您要点什么 齐点茶 好嘞 我说掌柜大 掌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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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啊 这多半年没见 你都到哪发财去了 你可把你大哥给忘了吧 你看你掌柜大 我能发什么大财啊 我要是真发财的话 我还能忘了您呢 行行行 有你这话就行 掌柜大 今天兄弟来 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儿 说吧 我那个老板看我干活卖力 赏了我一顶银子 我想请您帮我把他破开 留上衣粮 给您做操心费 我说你发财了吧 三啊 随随便便 你就给我一两银子 不就是破开一顶银子吗 多大个事啊 我给您破了 好 谢谢掌柜大 这是国库大 掌柜大 你小声点啊 小声点 三啊 这可不是 这这 这可不是大哥不帮你的忙啊 这事我不敢干哪 这是要掉脑袋的呀 掌柜大 你 我求求你一定帮我这个忙 我家的老娘病了 我家里等着银子用呢 你就帮帮我 帮我把银子破开好不好 求求你了 帮帮我好不好啊 要不 你先在我这儿 拿一两银子用着 掌柜大 这个开销大着的 可是我是 你这店里 也不缺这点银子开销 您就帮我把他给破开 您就好好收着 传给子孙后代 不定还成为宝物呢 好吧 我就给你破了吧 掌柜大放心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要是哪件事情 真追查到我的头上 我也不会连累掌柜您的 您就放心好了 好吧 拿好了啊 谢谢掌柜大 谢谢 来 谢谢 接着 谢谢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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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自你了 对不起掌柜 快点儿 掌柜大 今天这么高兴啊 是不是发财了 瞧你说的 发什么财呀 像我们这种小本经营 能混个渡入园呢 那就算不错了 好 掌柜大 你就别再骗我了 刚才你在我的眼皮底下 你不是发了点小财吗 这 这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绝对没有啊 掌柜大 你就把那顶银子拿出来 让我开开眼界吧 客官 什么银子 你就别再瞒我了好吗 要不要我把官府的人叫来 一起开开眼界呀 不不不不 看官 我 我 我可真没发什么财呀 你可别害我呀你 哎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只是想看看 你怕什么怕呀 我 我 去拿吧 这 我 就这个 plead 掌柜大 你看 这上面清清楚楚 住着国库两子 这分明是国库失窃的银子 你胆子可不小啊你 可管 这不管我的事 我不 不管我的事 这 我知道不关你的事 这 可我问你 那个人 到底是什么人 这原来是我们街坊的邻居 叫小三 我们有半年多都没见面了 谁知道他干起这种事来了 我和他是一点来往都没有 一点没有啊 那谁知道 你跟他来往不来往 这话留着跟官府说去吧 可官 你可 你可别帮我送官府去 可官 我求求你了 掌柜的 我不是看见了吗 我要是不告官府 那我也成了有罪的人了 这就要知情不报你懂不懂啊 不懂啊 掌柜的 我也是没办法呀 可官啊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这一时糊涂 你得求求我呀 可官 可官 你 这事你 掌柜的 谁叫你对我这么好呢 我不帮你也不行啊 这样吧 我拿一些散碎的银子 你把这顶银子换给我 你呢 两头转 这个 你呀 权党这事没发生过 至于我嘛 反正啊 我也是远方来的人 说走就走啊 那光府拿我也没什么办法 怎么样 真的 哎呀 我可是真心实意地想帮你啊 信不信有你啊 信信信信 我信我信我信 我 我就知道客官您是好人 您跟我一样都是好人 这顶银子呢 您先拿着 拿着啊 这个 不过 还有一件事你必须答应我 你说 你说 要是小三儿 今后再找你破银子的话 你不要惊动他 马上告诉我 你要把他送官府去 哎 可能嘛 官府的事以我何干啊 是啊 我只是不想让他再给你添麻烦 直接来找我给他破银子不就行了吗 那好 那好啊 啊 啊 够不够 够够够够够了 够了 那我 走了 您都好 歇 歇 歇会儿 我不行了 哎呦 歇会儿 歇会儿 我实在是跑 跑不动了 哎呦 太累了 我 我得歇会儿啊 哎呦 是得歇会儿了 你说这孩子怎么变成半篮子砖头了 就是啊 我还作弄这事呢 这事也太离奇了 是啊 真是太离奇了 这孩子怎么变成砖头了呢 是那两个人吗 应该是吧 我问问他 别杀错了人 对 别滥杀无辜 嗯 别滥杀无辜 你们两个就是提着篮子出宫的人吗 他好像就是 送咱们出后门的那两个人是吧 哎呀 你们可来了 快帮我们找找孩子吧 哎 来了就好啊你们 帮帮我们找找孩子 麻烦你们了 这是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 是 庞飞娘娘的命令 杀了你们 还有一个 追 还有一个 追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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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别杀我 别杀我 求求你了 饶了我吧 大哥 我这儿有银子啊 大哥 我求求你 别杀我 有银子 银子 大哥 求求你 别杀我 求求你 大哥 我求求你 大哥 别杀我 求求你 别杀我 放了我吧 跟着哥哥学 天天会有仗劲的 你进步得太快了 走 好 你看 胖子 你不能死啊 你还没告诉我 那孩子为什么变砖头啊 你说话呀 谁杀你的 谁杀你的 喂 这下没希望了 少爷 那边有人 少爷你看 好 少爷 叫将军那小子也过去了 这是啥有人傻夫啊 这个小子也发现了 走 走 喂喂喂喂 醒醒 转 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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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转头 喂喂喂 醒醒啊 不讲 喂喂 醒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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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喂喂喂 你还没说完呢 醒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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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使劲干什么 好人让你给弄死了 你看 死了吗 喂 二牛 你小子想把责任全都赖到我头上是不是 喂 他这个样子像是个活人吗 要不是我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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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摇醒 你一句话都问不到 那线索就断了 怎么样 弄死了吧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我们就有机会 现在怎么样啊 啊 你 你 你 行行行行行 好 好啊 就算我把他给咬死了 你怎么着吧 怎么着 得想个办法怎么着 这不完了吗 你不还是得想办法吗 好啊 你来想个办法吧 我想不出来 嗯 你想不出是不是 你想不出没关系 我来想啊 哎 我最擅长的不就是想招对不对啊 我想招呢 你只需要乖乖的跟着我就行了 咱哥俩谁跟谁啊 有好事我得带着你啊对不对 喂 二牛 哎 二牛 二牛 嗯 牛你个头 哎呀 哎呀 师父 都这么长时间了 哎呀 就给一点点水 我 饿得 快没气了 你说 你说这饿吧 咱们 原来也不是没爱过饿 怎么这次就饿得这么厉害呀 平时 咱们再怎么饿 我 总能找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好歹添一添肚子 这回 这么干饿着 能给我一块啃啃 能有点东西啃 嗯 嗯 助嘴 不能再往下说了 嗯 那粥 清水粥 对 是不见一粒米的那种 也不能说啊 不行 那也不能说 哎 也不能说 那可是喝的 不是吃的 喝的也不行 嗯 李子 嗯 我跟你说 你呀 把眼睛闭上 睡一会儿 睡着了 你就不饿了 嗯 瑞巴 嗯 饿着肚子 怎么能睡着啊 嗯 要是睡着 那也是饿晕过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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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俩小叫花子 身上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 哎 我们可不做亏本生意 既然他们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 换不得饭吃 那就让他们饿着 哎 眼看着就会饿死他 哎 撑死的是命 饿死的也是命 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 你明白了吗 哎 其实那小妞儿 哎 小心撞住打断你的腿 哎 她那是啊 饱汗不知恶汗鸡 这男女之事也是撑得撑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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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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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哎 李子 嗯 你听到他们讲话没有啊 我听 听到了 他们说 只要你能让他们摸摸 我 我宁可饿死 也不能让他们来摸我 嗯 那好吧 我就陪着师父饿死吧 谁叫我是师父的徒弟呢 哎呀 好饿呀 我真的快饿死了 哎呀 李子 哎呀 李子 你少说点话啊 嗯 省点力气 哎呀 你给师父 靠着点 师父 真的快饿死了 嗯 给你 要这个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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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动啊 你还是赶快出面吧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要是我死了 我要你做垫背的 哼 就是暗地藏刀 暗藏杀鸡 你要是听到了 也会胆战心惊的 啊 我不要听 也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从第一天起 我就等着现在的这一天 这一天到了 难道就这么轻易放弃吗 我也不想放弃啊 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庞碑娘娘 你在哪啊 那俩家伙来了 我先避避 庞碑娘娘 庞碑娘娘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不就是杀一个胖子吗 和一个瘦子 那个小女子呢 那还没有 那也一个一个来 那好 下一个就轮到那个小女子 快去 庞碑娘娘 你是不是先轮着扶我们一点 对对对 这个先拿着 其余个再说 是不是少了一点啊 再能多给一点 去不去啊 不去我就换人了 去去去去 当然得去 我们也没说不去啊 其实 那还不快走 走 是 明明看这一个人的嘛 怎么会没有呢 是啊 好 好好看看 我真讨厌你现在偷鸡摸狗的样子 到张大光明的那一天 你会为我骄傲的 是不是啊 怎么不管的是不是 男人和女人 我是分得清的 就是 你说是谁啊 没看清 要不靠近点 别去 这女人 跟谁偷情 跟咱们没关系 咱们只管赚咱们自己的银子 不能这么说 咱们要弄清楚这个人是谁 手中就多了一张王牌 要是有人想知道这个女人和谁偷情 咱们可以卖出个高价去 你简直比唐妃还聪明啊 我 比皇上都聪明 我看也是 你看 你看 得 银子飞了 没关系 知道这事就好 以后 咱们多留点神 会知道她是谁的 好吧 我 跟我走 师父 刚才那人也真是的 他也不会轻点 弄得我屁股都要疼死了 行了 人家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咱们能从牢里出来 已经算是不容易了 你就别再埋怨了啊 哎 栗子 你看地上 你包东西是什么呀 你等着 我过去看看啊 快去吧 快 快打开看看这是什么 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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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站住 把他孩子给你 快 快 快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想要这个孩子的 可不只杨排风一个人 有的想让他生 有的想让他死 还有的人想让他不死不活 那这些事 这些是想让他死的 我看我们还是带好自己的孩子吧 那当然 自己的孩子亲生骨肉 只有他过得越来越好 我们才可能越来越好 不 我的意思是 你记着 一切按我的意思去做 大哥 快救救我 大哥 快 走 大哥 走 师傅 你没事吧 你这个傻大哥怎么回事啊 有这么多大姑娘的吗 给人家手都弄断了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这些是 不是 师傅 你没事吧 你这些是 你这样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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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胡作老婆 我就是手弄断了 你不觉得傻老婆的 就是 你想的吗 賴黄想吃鸟鱼肉吧你 你手弄断 别错 就是他们两个 就把人家手弄断啊 是啊 快不像我一样 就把人家手弄断啊 对 我就看不起鸡身体 要不要脸啊 你手多鸡肠啊 干吗 你手多鸡肠啊 新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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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还把这儿子 怎么能挤个小女子的 这姑娘真是有事啊 还帮你找人啊 我抓小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离我远一点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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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过来 快走 快走 以后看见这两个小偷 不管干什么 都给我抓过来 是 看上去看看去 看上去看看去 这儿子清楚啊 这写的什么有缘 找孩子 找孩子吧 找孩子 怎么这么多人看告示啊 不知道啊 你说到底字怎么回事啊 告示里的词 我都不懂 怎么会是我贴的嘛 可人家才不管这么多呢 人人都希望 这事是真的 什么这是那事的 你就明说 希望什么事是真的就好了 人家是不想说白了刺激你嘛 非要让我明说 那我就明说好了 不就是说那要找的孩子 是你的私生子吗 我还没嫁人呢 这话穿得满天下都知道了 我还怎么找丈夫 喂 小生娘啊 你还怕听见的人太少啊 小生娘啊 我们现在就回火帅府去 恐怕不合适 那些送孩子的一定把门槛都给踩烂了 对啊 排风 你这回可真是有家不能回了呢 你说你说 这事到底是谁干的 我哪知道你又得罪谁了呢 祖奶奶答应了 你说我的老婆 你祖奶奶答应了 可是我没有答应啊 哎哎哎哎 请问一下 这些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那杨排风不是贴出告示找孩子吗 这不我们就把他的孩子抱来了 你说这些都是杨排风的孩子 封杨排风为太子的义母 加封护国太子太保 马上就去 既然丢的是太子 那就不会再丢娘娘和皇上的孩子 依你这么说 太子失踪是我们母子使得坏了 公子 都是给杨排风送私生子的 杨排风有这么多私生子吗 哎 你觉得可能吗 不可能吧 一个两个倒是有可能这么多 不可能 呀 你就不能小声一点嘛 杨排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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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排风чик 杨排闹 一眼沉散心 辽阔藏鱼 只让你我拥有 不过笑过 喊过爱过 心要自由自在的飞 不过笑过 喊过爱过 女儿心事 有甜有脸的梦酒 未经许可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